你还记得铁血战士有什么厉害的装备吗? 它手上的是铁血万代 相当于铁血战士这个种族的掌上电脑 但是对它们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就好像智能手机和现在的人类的关系一样 它是一切武器的中枢系统 也是操纵和调整其他道具的关键物品 它还可以全息投影 上面能够显示铁血战士的文字 它们肩上有一个等离子炮 威力巨大 但是它们不屑于使用这种东西 每当碰到值得尊敬的对手时 它们就会卸下等离子炮肉搏 所以打败铁血战士的重要一步 就是让它觉得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然后捡起它扔在地上的等离子炮射它 铁血战士的常规武器有万刀 软鞭长矛飞镖手枪网枪等等 虽然说人类遇到外星生物的时候 很难判断对方是否友好对吧 但就看它这一身的装备赶紧跑 另外铁血战士配备了隐形斗篷 也是个重要道具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们的面具了 这个面具有很多功能 比如翻译扫描成像什么的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能力是遮住它们的丑脸 还记得铁血战士一里面 施瓦辛格见到它们摘下面具的第一句话吗 你XX的真是丑暴了 好了 这些装备都给你 前提是必须整容成铁血战士 你接受这个交易吗